另一條問題 就是關於香港近來的 外傭居留權事件 我也很想問一下 其實兩位的意見 因為今時今日 公民黨、自由黨 和民建聯等等的黨派 有新聞黨是嗎? 是的 新聞黨等等的黨派 他們在這件事上 都爭取得很厲害 不知道兩位對這件事件上 外傭居留權有什麼意見? 好 其實我們剛剛昨天 在上機之前 已經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已經很清楚 將人民力量 在這件事上的立場很清楚 我們就是很簡單 對於這個問題 我們應該要回到 司法獨立 和公義的問題去考慮 第一就是現在這個案件 只不過是排期在高等法院審 其實 但是呢 完全是未去到 上訴停下 甚至中間法院 但是英國大保皇黨 建制派政黨 就已經托出來 將這個有可能出現 所謂的 的 的後果 就已經去 誇大 和在那裡 爲言聳聽 我認為他們這個做法 是非常之可惡 是有妨礙司法公正之意的 那我們的看法很簡單 就是因為 明顯地 在這個 《基本法》24條的第四項裡面 將這個 非中國籍人士呢 可以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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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那個 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的 那個手法呢 已經寫得很清楚的 而覺得那個 和現在所謂的 在入境條例裡面 那個通常 居住的那個定義 那個 那個 出入 我們是認同 非用 或者外用 是有權 去申請這個 司法覆核 所以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覺得 因為他們有權申請 司法覆核的話 我們是絕不容忍 在人家 在有權司法覆核的 權利的情況之下 就是其他政黨 已經用一種民粹的手法 去 挑撥這個 就是所謂 不同種族之間的仇恨 以及 就是影響這個 司法導致 那麼我覺得呢 這件事是 非常之重要的 那麼 我們的立場就是 這個是 很清楚的 我們是支持他們 非用是有權利 去申請這個司法覆核 而在沒有 法院沒有判決 甚至還未去到 中審法院之前 已經在說用人大釋法 去解決所有這些法律爭議 而且 是誇大這個 危言總情 對於香港的影響 這個做法 我們必須要嚴重 這件事 包括民建聯 民建聯 新聞黨 自由黨 全部都是這些 非常之 有很多人指責我們民粹 其實這幾個政黨 是最民粹的政黨 如果這些 在香港所做的行為 如果譬如 在歐美的文明社會 在歐洲 在歐洲 或者美國 是絕對不容忍的 這些基本上 可以說接近 是納粹黨的一些 至於對於民主黨 對於這個問題上的立場 非常之猶疑 亦都是不清晰 我們感到非常之不滿 所以我們是支持外用這個 申請資訊 非常精彩